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江坤宇看了一下二壘 最后选择传向了一壘 稳稳地抓出局数 再来一颗 位置稍微高了一些 最终梁家荣忍不住出棒 遭到了三振 今年赛季 林鸿玉已经有三发全力打 这一棒第一球出棒在中外野方向 岳振华没有防守的机会 二壘向了跑者在两出局之后 一路狂奔 一颗球 林鸿玉就帮乐天桃园 先持得点 而且得分真的感觉蛮流畅的 这也是小胖生涯第998分的打点 前面七场的先发 拿下了五连胜的成绩 在44又三分之一局 被打了40支的安打 只有两发的全力打 内角球硬是扛到右半边 哇 岳振华这球打得很有技巧 第二颗球他就从魔神乐手中敲出安打上类 但这颗球对魔神乐位置也投得太高了 一蕾上的岳振华今年有过八次到底成功 右半边 哇 这边可能要抓逆双杀了 哇 一颗球 买一送一 两人出局 徐胸是不是觉得是界外 累包前的界内界外 滚地球是不能挑战 算蛮高的 滚地球一个弹跳 进到了梁家荣的手套 顺势的往一垒船 魔神乐在一局下半 即便被敲穿打 不过后续的双杀 演变成变相的三上三下 而且是他的上类率 一直都维持得很好 高的位置扫到了左半边 连续两个半局中信兄弟的第一名打者都能上类 这时候猜拳处理球 比较慢一些 那俊秀就可以比较轻松地站上了二蕾 Lead of Double 但若是这一个球一开始处理的顺利 我想也应该蛮难会抓得到陈俊秀 因为这个位置一打出差不多标准的二蕾安打 这数字非常漂亮 伍地球在右半边 宁力接到之后传向一垒 虽然出局 不过二垒上的陈俊秀来到了三垒的位置 篮球数 最后放掉三阵出局 但这一颗球其实没有打得想象中的那么低 其实投得还蛮好 对 来了一次次的诉求 江桂宇送到了右半边 陈成为旧定位完成接杀 二局下半中信兄弟非常的可惜 最终留下了三垒的残内 再一颗 余德华对自己的选球能力很有信心 选到今年第27个宝宋 点下去 在投手的正前方 张敏萱要 一时传下一垒 但球一开始没有拿好 所以这亏大了 因为二垒上的跑者趁着失误 来到了三垒 抓二垒是没有机会 但是要文武来抓高宇杰 机率其实很高的 地球出棒 岳真华今天 针对魔神乐的进攻策略 对了做得很好 都是潜球速出棒出现安打 今天第二只安打带回了打点 双方在三局下 回到平手原点了 哇这一球基鸿并没有打好在内野的上空 三垒手梁家荣冲出来完成了接杀 还是左边的速球 哇有点碰在了棒头上 现在一类手接到之后要为平速度 最后是奥董 这时候恩是说Safe 所以希望学医师赶快来看挑战 从不辅助判决 就是进入到了2加N 嗯 维持原判 终于兄弟这一回没有办法获得改判的判决 曾宋恩的滚地球还是出局了 跑者分别在二三类 哇最后还是走了变速球 K掉了陈俊秀 魔神在三局下半渡过了二三类的十分危机 双方回到1比1平手原点 游几方向阿坤接到之后 王一蕾来上 四件的新手套 江坤宇太神了 打得又强劲喔 哇 稍微低了一点 距离百轰其实没有差很远 对 把球送到了中外 一打出去自己就不是很满意 宇德龙向后退 完成接杀 还要再提速 有半边终于是终结了十三个打数 没有出现安打的低潮 阿坤在四局下半 这支安打让中心兄弟 一出局 现在是一二雷的得点圈打击机会 没有三坏 选到了宝宋 第二十八个宝宋 魏东华真的是 选球远大开 一四零的诉求带得很高 这位置 对中心兄弟来讲 应该是不太有太大的问题了 曾子豪现在努力的狂奔 哇 这一边 奥斗 Double Play 哇 余德龙展现了雷射尖 中外也是先接杀 绝对没有问题 那二雷往三雷跑的江坤 最后是在三雷之前 遭到了Takeout出局 但三雷这一分不知道我没有先进来 这是Time in Play 很接近耶 对 这个尴尬了 哎呦 哎呦 如果是这一拍的话 可能 分数会没算喔 我先不讲 我很常被骂 这边能打出再来做一次确认 错 这看起来是不是在针对重播的次数在决定 嗯 我好像是要看三雷一次外套是不是 这只能 期许了台湾的棒球环境可以更好 让各家的转播单位 能够让设备再升级 因为这毕竟还是需要金钱 这是必须怀到现实 对 机器就是要多啦 机器要多 那当然你要出机器就要出人力 这是很合理的事情 不然感觉好像刚刚防守球员都出来了 奥斗 所以维持原判是奥斗 嗯 没有错 所以在这一分呢 最后中心凶机是有收进口袋 那另外中心在挑战三雷的位置的话 这是没有挑战成功 所以这场比赛 中心兄弟已经用掉了两次的重播辅助判决了 拖着手臂把球带到了游击后方 他要中断了连续十个打数 没有出现暗打的第一槽 我就想把暗淘队也吹起反攻浩角 棒子摆了出来 点的位置还不错 艾斯特 这应该 后面才tag得到 所以还蛮有趣 一拍选择急停 他在等对方tag他 但点的位置很好 一队在场上真的什么事情他都做得到 四号球保送 蔡振宇靠着耐心的选球 他也站上了一包了 这是艾斯特在这场比赛第一个保送 速球送到了中右外野方向 岳正华向左边来移动 顺利的把球接近手套 马杰森现在要往三壘推进 两出局之后 那天桃园在五局上 近战到了一三壘 真的跑了 哇 这边高五杰抓到了 哇 才刚说要想一下 最后是出局 五局上班 乐天桃园 没有办法能够在有机会得分的情况下 追平战局 艾斯特对上陈仲威球数两好两换 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 五局只被打三只安打 左半边一上来 王胜顺 Jill nice play 对 畢竟他是站得比较趋前 反应确实很快 其实打得很好 但弱点不佳 我们再来看一次慢动作重播 哇 子弹般的速度过来 这要占一三壘都很有guards 追求打在了艾斯特的脚上 再往一壘传 奥斗 偷手球前方强劲的comebacker 最终艾斯特还是顺利的把出局处收下来 嗯 眼看 眼就是要看球到穿出去了 这个脚感像一挡 打在他右脚的钉起的位置上 应该就没有太大的问题了 而且传得很准喔 面角球出棒 来看到又外一手 真宋恩 不断的冲 到了界外区前方 边线附近把球给人接近手套 六局上艾斯特再次赏出了三上三下 哇哟 李宏玉自己挥完之后摇摇头啊被骗了 就算状况再好 这个球真的用砍了把它砍下来也不简单 太难了 拉到了右半边 陈俊修接到之后 轻松踩雷 帮助了艾斯特抓到七局上第二个出局速 七局要投完应该不是太大的问题 尤其方向的滚地球 阿坤也没有办法接到了 改变了投球节奏 但是马杰森他是笑着站上一路 感觉他好像没有在做准备喔 也就是面对联盟比较后半段 还是一样诉求被挤压到 不过位置呢是非常理想 来看到马杰森 原本有想要往3A跑 但是三里至少教育就要回去 回去二壘就好 余东不简单啊 把球砍在了地上 余东华接到之后传下硬蕾 艾斯特化解了在七局上的失分危机 最后让无极瑞打成了滚地球 结束了七局上半 乐天套人的攻势 这时候 松信兄弟换上的是陈虎 要接替艾斯特的投球 这是陈虎今年第16场的出赛 哇真的 这是中信兄弟最不想看到 反而是乐天最想看到的情况 对 现在公司又串联到了前段盲刺了 列上的跑者跑的几率是有 有完面的滚地球 松信兄弟先跑这个有出局 哎呦奥奥奥 4-6-3 你要一次抓到这两位快腿是很难的 但岳东华还有江坤与他们做到了 那你现在乐天要挑战啊 哇这个有得看哦 这个有得看哦 终于成他的左脚压下去 碰到蕾包的这个时间点 哎呦 哎呦 这个可能 很有可能会 改判哦 有机会 二壘这边是safe 所以乐天桃园改判成功 哎呦 这一拍 传的不理想 那终于成要往三壘推进 哇 再一次又失误出现了 但这失误对中心来讲 亏太大了 曾武传了一个比较高的位置 那看到岳东华疾变了 全力的跳起来 没有办法先把球给稳稳的放手套当中 变化球带到游棋正面 阿坤先看了像三壘的跑者 哇 陈虎过了一关了 屈前手臂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来看到余彦青 这是他今年第二十场的出赛 前面二十有三分之一局 被打了二十三支的安打 还有两发全来打 游棋的滚地球 哇 江坤宇碰了一下 来看一看有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抓到 哇 烙天桃园 终于等到了第二分了 阿坤在横移到二雷包后方 这一球第一时间没有接得很干净 左半边 最后是打穿了三雷手的防线 曾梓豪在八局下半 两出局之后敲出了安打 个人在本场比赛的第一安 哇 最后詹子贤选到了四坏球保送 哇 打在了球的下缘 这个滑球打得兵不理想 三类方向的界外驱 梁家荣完成接杀 忠信兄弟相当可惜 在八局下最终留下两个残类 尤其在得点圈 没有办法拿下超前分 大多都是这种 你除了让余德龙上场之外 年轻一选手精力就不足了 最棒余德龙 带到了中外野的深处 来看一下最后是落地 形成安打 歐巴 德龙现在有得跑了 绕过二壘之后 他停了下来 在两出局的情况之下 余德龙敲出二壘安打 排队又燃起一丝希望 嗯 打得蛮扎实 再有半遍 看起来是欧巴了 哇 吉雷的两只 常打到这桃园 九局上 现在林振华 让过二壘 他的目标是三壘的位置 有办法吗 没有问题 超前比速的三壘安打 没有想到李彥勤在两出局之后 被两只的长打狙起了 那最后一棒呢 要交给今年 让陶渊队在最后关头 非常安心的投手 陈柏豪 还是在左半边 再来考验 梁家荣跟马杰森 哎呦 都到了 哇 哇 这真的五星级 不要 郁东华冤枉啊 对 还有 深渊了 滑球第一玩家 直球掉在高的位置 哦 打得蛮扎实的 现在林振华 有得跑了 但球之后 哎呀 余德隆来了 电话球 最后岳振华 展现耐心 就是不让你解决我啊 哇 还是灰了 再建三阵 陈柏豪 最后还是关上了 胜利的大门 收下了个人 在本季第十五次的救援成功 而田条园靠着酒局上 关键的两支长打 最终在二连阵的第一场比赛 起三比二 一分之差 击败了中信兄弟 收下了三连胜 至于中信 则吞下三连败 最好的 没来 你 你 在马上 几个人 对 太阳 了 好 稍跟